担任主理者的台北市内湖区区长林敏忠及上宾台北市内湖区民署委员会长谢春喜 与台下家长一起为礼生披上智慧金 这是台北市内湖区成年礼活动 透过传统文化传承仪式 祝福并期许参与的青年学子能勇敢面对未来挑战 自信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虽然成年礼只是一个过程 那这主要是他们要认知他们所有以后开始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自己负责任 那我是希望他们现在能够都培养自己的格局跟高度 那这样子才能够把以后做事情做任何事情 才能够有一个明辨是非 甚至独断的一个精神 那不会匆忙忙壮的一些做一些决定 那来遗憾终身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 在茶室指导下 李森尝试用茶具泡茶 并奉茶给父母亲 内湖成年礼活动今年特别结合茶道文化体验 向李森借由温热的茶汤 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满满的爱 茶传递心意在自古以来很久 所以我们在茶山常常会强调奉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过程把这样心意圆满的传递给家长 他的爸爸妈妈 那这样的话就是感谢爸爸妈妈奉养到他成年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茶来做圆满 这场成年礼活动吸引了40组亲子报名 参加的家长与李森都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朋友介绍 然后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对让孩子感受到就是成长的一个阶段 就因为朋友也有来啊 李森与家长也分别撰写感谢卡与免利卡 透过文字向对方表达深深的感恩与满满的祝福 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将成年 其实会觉得从小小一个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长这么大 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然后我们期待他未来的人生呢 能够由他自己来决定他想要走的路 然后希望他一切快乐 顺利 这是我们对他最大的期待 很谢谢你的 谢谢你帮我买很多东西 谢谢你帮我做很多事情 然后 然后好像在我身上花了蛮多钱 我也不能确定数100%会有回报 但是我会努力的 现场家长还送给李森传承礼 有的是项链 旗袍 还有家长眼眶泛红的将16年前 女儿出生的脊带与胎毛 做成印章送给女儿 这项准备了16年的礼物 让人动容 希望他可以知道自从他呱呱坠地之后 他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都是被我们很珍惜很珍视的 然后我希望在成年里之后呢 我是期望他不求事事顺利 但是他遇到事情都能够增加信心和勇气 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很感谢我妈妈 然后也谢谢妈妈的祝福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及内湖区多位里长都出席这项很有意义的成年里活动 也对即将迈入人生展新阶段的礼生给予祝福 在新移民古真老师伴奏下 内湖区公所期盼透过温馨隆重的成年里仪式 祝贺青年学子长大成人 乐观自信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